KIMIK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KO 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的個人收藏 可是有可能是一個非常冷門的分享 因為我爬了一下文 好像沒有看到有誰分享過這個影片 偏偏這方面 我覺得我已經買到了一個 可以說我是上至專家PRO等級的部分 那就是什麼呢 是的 我今天想跟你們分享我的束褲收藏 束褲請上至 是這樣長嗎 我不知道 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就覺得我已經把自己的身材練成這樣 為什麼還要束褲呢 其實我是把束褲當成是安全褲再穿 那我可以先站起來 因為我覺得女生一定有跟著我 一樣的煩惱就是 第一個 你就是穿某一些 譬如說像長袋裙 好 現在這樣露出來就可以看到 稍稍拉起來 就像這樣的裙子 買一圈 雖然它已經黑色的了 可是你們一定都知道 就是它有可能會 第一個會讓你小腹 還有屁股的地方 就是沒有這麼的包覆 然後脫 你知道被脫舉的感覺 那最重要的是可能會露內褲痕 因為它就是比較服貼 又是輕薄的材質 那裡面到底要怎麼搭呢 我個人就是基本上在買片世界上 所有的 是的 所有的素 束褲 好難念喔 所有的束褲品牌之後呢 有了以下幾點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呢 主要就是在 唯一脫舉你的身材 所以啊 它都不是那種磅束極厚 然後夏天沒辦法穿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呢 像我一樣 就如果你是蕁麻疹體質 你不能穿太緊 然後太厚 而且呢 你常常像我這樣就是喜歡 就是裙子就有切一痕這樣 或是穿迷你裙 也可以穿在裡面 不會露出一截人 然後說像阿嬤內褲一樣的束褲呢 你就一定要看這一集這個影片 那一樣 在最前面 記得 按讚 留言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留言記得說我愛KK 你們的分享和留言 就是我繼續拍影片的最大動力 好不好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切入正題囉 第一件就是呢 我現在身上 你們一定很好奇 就是我現在穿的這個長的 針織的 貼身的 很容易顯得屁股大 還有小腹突的長針織 又旁邊開了一個 你知道很性感的高叉的長袋裙 裡面到底是搭什麼樣的束褲呢 就是這件 是的 那這件呢 我會把那個品牌 因為再次告訴大家 這個全部都是我個人 可以自己的收藏 我自己花錢買的 所以你們不要說什麼 我是不是有拿人家的錢買 因為基本上 這可能都要在國外的店上 才有辦法買到 這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C開頭這個品牌 那這一件呢 束褲我買了好幾件 只要它有打折 我就會買 那它的優勢 我告訴你們 就是第一個 它的磅束是薄 可是呢 它是有非常有彈性 所以像我這樣子的 再次提醒大家 蜘蛛疹的體質的人呢 就是穿久了 你也不會裡面就是起疹子抓到很癢 然後再來的是呢 它有一個優點 我覺得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所以像我這樣子站起來啊 你們如果有穿過束褲的人 應該會發現 就你只要這樣坐著或站起來呢 這樣來回一次 你就要這樣手伸進去 這樣拉拉拉拉拉拉 因為你的束褲就會往上縮 那我覺得這一件呢 非常棒的一點是 它基本上就是你站起來跟坐下 我基本上一天穿出去啊 不會調整 就是你不會有機會 就譬如說站起來調整 你就要 它就往上揍成一團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心目中的No.1 而且它的長度非常的剛好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長度的束褲呢 通常很容易 我直接拿你們一定都知道 很容易看到 來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不推薦的品牌 為什麼通常是短的束褲 我會推薦它 而不是推薦它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得出來嗎 我拿近一點 好你們有沒有看到它下擺 有看到它有一折縫分 就是很寬 然後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的下擺是一體成型 這樣看得出來對不對 好 一體成型這件呢 反而它是不會往上捲捲捲捲起來的 那這件它有萊卡的材質在 而且呢 它的彈性啊就是 我覺得它的材質沒有做得這麼的 應該說支數沒有這麼多 所以它比較鬆散 然後這一件呢 你就會覺得說 它穿了啊 你就是肉背乖乖的這樣 乖乖乖乖乖乖 之後它會立在你身上 它就是不會輕舉妄動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找這種短的 然後可以讓你的肚子啊 還有屁股 稍稍的被往上拖一點點 然後又不會顯內褲痕 可以直接拿來當安全褲穿的束褲 我的手推是這個品牌 那其他像我剛剛舉例的這一類的呢 我就不建議 而且特別是 如果是大腿跟屁股特別有肉的人 你那個往上捲起來啊 然後變成是安全褲 然後又變成是很明顯的 兩個皺褶在旁邊這樣捲上來的 嗯...情況 會讓你很尷尬的狀況 很容易發生 然後第二名呢 KK心中的第二名呢 是這個 S牌的束褲 那這個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我個人也擁有非常多件 他們家的各種型號的束褲 像是這件 還有這件 然後為什麼這件會被排到第二名呢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它比較長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穿在 譬如說高腰長褲裡面就OK 可是如果穿在短褲裡面 就比較不推薦 因為它的長度稍長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露出來的尷尬 那它的優點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就是 你們看它一樣也是萊卡才子 我覺得它不愧是硕森伊之王 因為它呢 就算是萊卡的材質 什麼吧 萊卡材質 萊卡的材質 好難念喔 就一樣 來我們再拿剛剛NG 跟叮咚叮咚的這一件 你們來比 它還是一體成型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的褲腳 還有它的褲腳 這是不是很明顯 所以這一類的褲腳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 它跟你說不會捲喔 我買過每一件都會捲 如果你是你知道 腿比較有肉 屁股比較豐滿的女生 更容易捲 然後 像這樣的一體成型啊 而且我覺得這一件真的很舒服 可是它會被我排第二名 第二名的原因 是因為它停產了 所以我現在很珍惜的穿這件 因為它買不到 那你們也不用傷失 因為我可以推薦另外一件給你們 就是它也是S牌的 那這一件算是它的今天款 固定會出 所以像會有什麼 早紅色啊 膚色啊 黑色啊 都有 那它的優勢呢 你們看一下 這一件呢 它就是在它的褲腳 我把它拉開給你們看 它裡面是有做這種 防滑材質 看得到嗎 所以呢 它唯一的缺點只有 它的長度也很剛好 它比剛剛C牌那個 稍微長一點 所以如果是中長的 載裙啊 或者是一般的長褲裡面穿著 它是可以搭在裡面 而且它算是今天介紹的 所有的束褲裡面 最輕薄的一件 那它唯一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知道它的褲 腳這邊會有那種防滑的材質 有一點矽膠的感覺的 你在洗的時候一定要特別留意 要手洗 而且不可以烘乾 因為呢 它會這樣子黏在一起 看到齁 它會就這樣黏在一起 然後久了啊 就是會失去它的彈性 所以大家只有 就是這一件我也很推薦大家 可是你就是在洗滴它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它的保養方式 不然它很容易就是 它相對跟剛剛其他兩件比起來 比較容易跟你說 那最後兩件就直接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看到以下這個類型的束褲呢 你們有點心動想要買 那KK已經直接幫你試過了 我的答案就是告訴你們 我拿出來就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千萬不要買 好第一個 大家一定很熟悉 就是這種超高腰 又有蕾絲 不要因為它是紅色 就聖誕節快到了 喜氣喜氣 好然後它一定會跟你說這是無痕 然後再來的是呢 它就是這種就是 腹部這邊它有什麼魚骨的設計 我告訴你們這種真的 不是活人能穿的 我算忍耐度很強的人喔 就這種真的會勒到你 整個人暈眩想吐 而且它還不是那種磅數最強的 這也是一個知名的品牌 但我們就不傷害它 但我覺得這個設計 比較不符合人體的自然需求 然後再來的是呢 你們看喔 它的屬西部這一塊啊 它因為是說聲音的關係 它做得特別厚 所以呢 我們的乾冰羊很容易被勒出 像我這樣 再次強調我是蕁麻整體 就是它就會被勒出兩條紅紅的毛毛蟲 再乾冰 然後屁股的部分呢 這樣子的蕾絲再讓大家看近一點 好都有看到嗎 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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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我的貓都被嚇到了 就是如果它跟你標榜說這樣是無痕 請你不要相信 因為這樣真的不無痕 真的這樣子的設計呢 只要你穿不用到 我現在這個還沒有到太貼身喔 像我這樣子的這支裙 也不會有無痕的效果 它就是會有兩條屁股 你知道就是內褲的痕跡 所以就是我不推給大家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不推也是 好我們做人要公平嘛 其實呢 剛剛的S牌 它有推出這樣的系列 那也蠻常見的 一樣我也是要告訴大家 來讓大家看 跟剛剛那件比起來 它有相對好一點 它的乾冰的部分呢 比較不會勒出毛毛蟲 可是你們可以看得到 它的屁股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蕾絲 是的 只要是屁股 有這樣子的蕾絲 剛剛那個是削偏厚 這個是相對薄 它跟紅色之間比起來 它的蕾絲的部分比較薄一點 但它一樣 不無痕 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子的 看得到我吞醒嗎 看得到嗎 好 像我這樣子的真色裙 如果穿上去呢 就 好吧 跟你們分享一次我的慘案 就有一次我就是穿著這件裙子 然後裡面就是穿著膚色這件 然後我還沒有走出我家的門口 我們家可愛的小助理嘟嘟看到 我就說 老師請問那是內褲痕嗎 我就立刻轉身回 更衣室 所以 好這就是我個人的慘動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我個人當然是因為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們從夏天巴雷舞的關係 我們會被強烈的要求 因為我們常常穿這種很貼身的舞衣 就不能有那種內褲或是貼身衣物的痕跡被看出來 所以對於這一塊我也特別的敏感 所以我在選擇這個塑身褲的時候呢 我的標準會是用我們在穿那種非常貼身的body的高標準去要求 而且都是希望他可以長時間 因為像我們的工作 通常如果說有露營啊 或是出席某些大型的典禮或活動 那在特殊的禮服裡面 一定要穿一些比較 應該是說 特殊腰服和這些特殊需求的貼身 然後有一點塑身功能的緊身衣或者是內衣 所以呢 時間這麼長的情況下呢 相對我們的選擇就會再把那個範圍局限的更小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會喜歡 如果希望我拍多一點這個類型的影片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那記得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最重要的是呢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掰掰 You're looking good